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上海本帮菜的发展历程一直很难说有一个精准的定义 专家也没有说过都是根据老一辈厨师的记忆来流传的 不过现在大家比较公认的一个说法 就是本帮菜是在川沙 高桥这些郊区的农家菜基础上 吸收了其他菜系的优点形成的 但本质呢还是我们老上海人的家里饭 最早的本帮菜浓油赤酱 还喜欢红烧 但慢慢发展到现在啊 其实更多的是一个雅字 上海的菜不一定历史很悠久 却一定能代表这座城市的气质 比如扣三丝这道菜呢 非常考验厨师的刀工 所有原料每一样都是先片后切 片的根纸一样薄 切的每一根都是一样长 有人曾经数过 一盘扣三丝一共有1999根 甚至呢 细到还能穿针引线 虽然有说过本帮菜的特色是雅 但最早的本帮菜呢 其实并没有这么精致 它就是农家菜 从上海的历史里面可以知道 作为一个港口城市 那段时间全国各地的人都在上海 所以上海本帮菜也有各大菜系的痕迹 苏州 无锡那边的口味呢 给本帮菜带来了甜 卤菜开始让我们讲究精致和摆盘 灰菜带来的是重口味 虽然有很多改变 但真正的本帮菜还是那碗浓油赤酱的红烧肉 油爆虾 响油汕胡 红烧肉 虾子大乌生 草头圈子 其实我们上海菜特别懂 就是名不副实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本帮菜的熏鱼不是熏的 是看起来像熏鱼 烤敷不是烤的 是炸和炖的 炒圈子呢 也不是炒的 是煮的 还有腌肚鲜 肚这个意思呢 是小火炖 但这道菜呢 是要用大火烧开的 所以来吃上海菜 找个上海朋友一起吃 才能了解得更透彻 听着上海的无浓软语 吃着上海的本帮菜 不要太厉害了 本帮菜呢 其实 对我来说啊 就是家常菜 平时我的妈妈呢 也会做一些 就像红烧肉啊 香油汕胡啊 这都是平时每天都能吃到的菜 让复杂的知识更简单 欢迎大家关注百度百科 苗董 新课堂 也希望大家关注中国的非裔文化 让我们一起把文明传递下去